伊布是我的偶像 我从小就学习他的踢球方式 哈兰德从不掩饰对瑞典中锋的崇拜 这是哈兰德做梦都不敢相信的伊布 曼城和米兰的热身赛后 只见伊布主动把球衣递给自己的迷地 小伙子给我签个名吧 听到偶像要求的哈兰德瞬间慌了神 只见曼城中锋小心翼翼的签了半分钟之久 生怕写错一个字 一位是瑞典传奇 一位是挪威新星 两位北欧中锋有着说不清的缘分 出道至今 每当被记者问到 中锋影响最大时 哈兰德总会脱口而出伊布的名字 我俩身高都是1米95 却都喜欢脚下有球 而且我们都来自北欧 而伊布也毫不吝啬对后辈的夸奖 当今的中锋里 只有哈兰德和我最为接近 可即便二人如此相似 但他们对瓜迪奥拉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 这个兔子就是个没骨气的懦夫 伊布对瓜迪奥拉撑得上恨之入骨 09年 尽管伊布到巴塞的第一年就打进了22球 可当时瓜帅对伊布的定位 却是为全队拉开空间的支点型中锋 更让伊布无法接受的是 为了让梅西更多的踢到中路 瓜帅甚至把伊布拿出首发 为此性格狂放的瑞典中锋曾炮轰到 你们买了辆法拉利 现在却当作菲亚特500来开 最终二人的矛盾在欧冠半决 在输给国际米兰后爆发 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载后 替补出场几五分钟的伊布 一回到更衣室 就当着瓜迪奥拉的面将箱子一脚踹飞 并怒喷后者 你真没种 在墓里尿面前你只配尿裤子 为此 瓜迪奥拉要求巴萨宁可亏4000万欧元 也要把伊布赶走 直到22年曼城牵下哈兰德后 当记者提问 哈兰德也要在瓜帅手下踢球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吗 伊布趁机回怼道 这都得看瓜迪奥拉的自尊心有多强了 他受得了让哈兰德的风头盖过自己吗 万万想不到 瓜帅对挪威中锋的态度截然相反 哈兰德低调与内敛的性格 备受瓜帅的疼爱 所以当弟子拿下英超的射手王后 瓜迪奥拉立刻回呛伊布 你说的太对了 没场比赛我都会对哈兰德说 别再进球了 否则赛后的报纸不会讨论我了 不仅如此 23年曼城欧超被夺冠后 瓜迪奥拉甚至当众亲吻哈兰德 你们说看到这一幕的伊布 会做何感想呢